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台北股是 瑕福震盪 以過去的大怒神的行情來比起來 算是瑕福震盪 中場跌65點 成交量 缩到2536亿新台币了 因为明天就要封关 那今天也是 今年以来最低的成交量 2536亿 明年还会更低 基本上来讲 大盘还是围绕在这个地方 从跌1149点 到涨807点 才花了9个交易日不到 10天不到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它是在月线这个地方 做整理 好 来 台积电 对不起 台积电的部分 一样 从34倍本益比修认到30倍 月线这个地方 游手 这个地方游手 所以我们认为 对不起 台积电本身 它说表彰了 就是大盘 目前 在整理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 以大盘 目前的成交量 它对低价股比较有利 但对高价股不利 所以 这两三天 很多高价股 在进行整理 好 那从台积电开始来谈 谈什么 谈它的晶片 谈它的 一个所谓产能排挤 所以这一次的产能排挤 最主要的状况在于什么 在于 先前很多人把订单抽掉 那把订单抽掉之后 你要再回去 糟糕了 前面的产能被人家拿走了 你要重新再来排队 而这个产能 缺产能的一个状况 汽车晶片当中 这一块来讲的话 算是怎么样 最明显的 所以本身 我们看到台积电 它在这里 它的本益比 从34倍修正到30倍 可是 当股价修正的过程当中 其实 晶片的缺 它是从上游开始 递延下来的 你强产能 产能出来之后 你要不要封装 你要不要测试 所以 封关之前 你必须要去想清楚 来 台积电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 是世界先进 我认为世界先进跟联电 在这一波的所谓 产能被排挤 而导致供需 吃紧的状况下 它们两个最有异战能力 这个我们多次跟各位讲过了 车用晶片的缺货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后面的问题在哪里 谁有产能 谁得天下 价格其实已经是排到第二了 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世界先进在这里 你可以看相对强势 我们刚刚提到大盘 在月线这地方 有没有看见 好 我们来看台积电2330 一样嘛 对不对 到月线反弹上来 然后在这里量缩整理 可是你看世界先进 下来之后 弹的速度很快 而且而且它离高点非常近 你来看一下 其实这部环涨格局当中 我认为世界先进 会比台积电更早创新高 我认为前三大晶圆场 包含台积电 世界先进跟联电 世界先进的股价 会最先创高 那这个一系列的 我跟各位去做介绍了 那包含接下来 你看联发科 各位懂我意思吗 联发科已经强势过高了 所以在年后还是主流 跟联发科相关的年后 也不会寂寞 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注意看 加钱股价指数这一次 是从16238跌到15089 这是回档修正 当然16238是历史新高了 你会发现到古王大力光是落难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才刚创下2770低点 你看 你对照大盘嘛 这是大力光的走势 这是大盘 可是这是外行人看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超前部署 来 我们先讲为什么 理由就是 因为大力光它focus在 手机镜头这一块 没有focus在手机镜头的 待会儿跟各位做介绍 车用镜头 郁金光也是一样 这也是手机镜头 所以弱势 这两个难凶难地 郁金光大力光 可是你注意看 大盘16238的时候 在这里 杀到15089 大盘16238的时候 郁金光在这里 杀到这里来 15089的时候 郁金光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见 大盘跌它逆势涨 大力光也是一样 大盘跌它逆势涨 各位懂的意思吗 16238 大力光在这里 杀下来15089 大力光反而上来 当然这是另外一块 这是另外一块 我今天会谈这个事要 主要从产业角度 跟各位来讲 为什么手机镜头 大力光 郁金光 它是空头走势 好 那车用镜头呢 车用镜头是相对强势的 这个我们待会再谈 来 那这两天 特别是今天 高脚股拉回 金星科 对不对 金星科拉回 那拉回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1月21号的时候 联发科要上工千元了 那天开高走高收最高 1月21 我跟大家讲 你这时候去追联发科 多头会回马枪 你要注意 那你1000块钱只有60块钱了 那你等他拉回的时候 你再去买 你可以赚更多 对不对 所以你的目光 你的焦点 你的资金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大涨的时候 你去追联发科 你要去想的是 跟联发科有关系的 就金星科嘛 22号 我说 你来 我带着你做高价股 374加码买进 加码 涨停板 我所要表达的含英是 其实高价股 它一涨就是几十块钱 它一涨就是几十块钱 一个涨停板 两个涨停板 很可能就是100块钱的价差 你不用股票抱了很久很久 你一个波段 这样就19块钱了 19块钱了 对不对 我说预估第四季单季赚2.5元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 他前三季赔钱 可是 因为Riskify的架构 他跟联马克在大陆合作 那Riskify架构其实 它是一个半开放的平台 就是你的使用者 你的开发 开发者这个平台 这个架构出来之后 那你使用者可以在这个架构上面 你自己去增加你所要用的功能 跟Android系统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这个半开放式的 那 当他发展出来之后 他的市场就很大 所以我预估第四季 不但转亏为盈 而且大赚 我预估赚2.5元 所以我买嘛 买完涨停 公布 第四季单级赚2.79元 超过我的预期 股价再涨 来到426 我们跟各位讲 上礼拜跟各位讲我加码 礼拜一加码 礼拜二涨停 上周 电视上强力预告 我礼拜一加码买 金星科 礼拜三 最高公共49.5 两天价差61块钱 十张61万 三伤183万 你不用跟股票谈恋爱 谈太久 两天的时间就好 那请问各位 这跟封关有什么关系 你该赚还是要赚 你该赚还是要赚 不是因为说 我剩一天封关 那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你起码跟我一样 你知道封关之后 未来回来 你还是要做 你还是要赚钱 你还是要赚大钱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像明天一天封关 你当然要好好去找尋标的 说不定明天就是一个好买点 对不对 艾浦也是一样 今天大盘没有亮嘛 所以它震荡拉回 我们就 短线上面我也跟哥哥讲 你不要去 不要看那么短 你不要当冲 不要去那么短式 隔日冲 你这样很容易被打到 那一个波段上来 你484块买 我常跟各位讲 每天都有股票涨停板 可是我给你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一路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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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各位 你看节目是要看涨停板 然后每天都不一样的 像夜市一样 像市场一样 每个东西都有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能买这么多吗 重点是你能赚到钱吗 一档好股票 我带你做的 你看我节目的 你应该都赚钱了 可是当震荡的时候 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就有人赚钱 有人赚不到啊 484买啊 我在跟各位讲的观念是 你做对可以赚钱 而不是说这支股票多厉害多厉害 懂我意思吗 我今天可以带你爱普赚钱 我明天可以带你去买什么样 另外在爱普赚钱呢 重点不是在爱普 重点在你这个心态 你怎么去 帮你的客户赚钱 而且一赚 两天两支 这价差是157块钱的价差 十张大赚157万 而且继续赚 而且继续赚 价差266块钱 十张是266万 三十张狂赚一点不夸张啊 一点都不夸张 四根掌停板 第五根掌停板 我告诉你别追了 对不对 那我跟你的差别在哪里 我成本低啊 所以我可以获利续报啊 可是你去追他呢 那老师啊 724涨停板呢 还会再涨啊 对不对 724 就像你讲的嘛 一根涨停板70块钱嘛 我告诉你不要追了 来 724在这里 你这天追到的 请问你 你有赚钱吗 我可以赚啊 我可以报啊 我可以报啊 为什么啊 我成本够低嘛 484啊 大涨51块钱啊 获利报老啊 这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其实我想现阶段啊 我们上阶段的重点在这里 我看我跟各位讲的股票都是这样嘛 国具 世新 艾普 艾普 这些股票 包含什么 金星科 年后还会涨 年后还会涨 我上半段的重点就是告诉你 这些股票年后还会涨 所以把握机会 好不好 想做高价股的 要跟宇哥这样做的 你能够赚大钱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大钱 那所以 封关之前 还没有卡位了 你可以打电话预约 跟上我们的操作 好 那下一段我们从 中低价的股票 来讲起 因为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 老师啊 那都是高价股 有人对高价股会胖 但是股票会涨 不是只有高价股会涨 所以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 那下半段我把我们最近 资金转进的一些 中低价位股票 来跟各位介绍 好不好 那高价股想要卡位的 先打电话来预约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中 fi这 Who 非凡商业台 新闻通하고 担心客前 非凡商业台 某一至周五 中 fi這隻的个财经经电视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好 我们刚才上半段 我们提到两个重点 就是现在很多投资人 他想要做中低价位股 因为有的人说 老师这高价股不太亲民 那当然我跟各位讲过了 高价股你要赚起来会是很可怕的 但是大家的声音我也听到了 所以中低价位股票 你要注意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刚才我们讲过 我们从台积电开始讲 讲到世界先进 从一线的晶圆代工 到二线的晶圆代工 再讲到上游的联发科 其实整个系列来讲的话 缺货 它的影响是从上面到下面 也就是涨价效益 那你做出来的测试 金测 它就有龙头 外资不是上看千元吗 对 上看千元 那又杀下来 杀到八百多块钱 一杀杀一百多块钱 这一百多块就是未来价差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再涨回一千块钱 你八百下去买 再涨回一千 你就赚两百 你九百九 你去赌他一千块钱 你赚十块钱 亲爱的 回到法案成本区 你看 回到法案成本区 对不对 所以这波下沙 是创造你未来 未来如果上看千元 那这个部分不是你赚的吗 那当然高价股 我说不是每个人愿意买 或买得起的 所以既然测试 它是一个趋势 强产能 那 好 这个把它讲完 你看 去年一片创新高 28.48元 所以 你外资调升 那目标价是有道理的 有它道理 那整体的产业而言 我说 丰测的领域很多 为什么 因为产品很多 来 新权 我说不管是5G手机 或是Wi-Fi的晶片 他们产能 彼此来讲的话 都有可能排挤到 什么网通 手机 这个伺服器 电源管理IC 所以这次的车用晶片之乱 德国日本抢产能 它是冰山一角而已 冰山一角而已 那车用晶片的大单 过去都是怎么样 由英菲林 恩智浦跟德宜 去长久以来把持的 因为它不需要 那种最先进的制程 各位懂我意思吗 它不需要那种最先进的制程 因为最先进的制程比较贵 好 我这样讲 所以8寸的产能就可以满足 车用晶片的需要 那这个部分来讲 它的IDM释出来的 晶片测测大单 新权 讲一句白话 有多少我给你吃多少 中包 可是中包问题在哪里 你要有产能 你不能说我要做 你没有产能怎么办 很多人现在是没有产能 对不对 你要晶片我做不出来 可是你晶片做出来之后 对不对 新权 它的二期新厂已经投产了 所以今年的营收 营收它就有支撑 为什么 它有产能嘛 你有单子进来 我有产能 我的营收产能上来 不然你有单子我没产能 你营收怎么会上来 你看新权 40几块了 它营收连两季创新高 3264 来 你们发现它这个地方 量都已经出来了 补量上去了 这种股票很可怕 你再看一下 有没有看见 这量都出来了 大盘是量缩 它在这里补量 整理完之后你看 缓步电高 你有看见吗 明天拉回注意买 我跟你讲 对不对 这股票明天应该是 会有低点给你买 现在股票都这样 今天涨 明天就给你休息 休息是早买点 现在没有那种股票 是每天涨停板的 你也买不到 你也不敢买 那这种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看 前三季2.62 已经超过108年全年了 那你注意看 它7 8 9 10 11 12 这里连续6个月创历史新高 连续6个月创历史新高 那我为什么讲你要注意 因为它有产能 所以今年新权 它的营收 有新厂8倍输 你不用担心 营收会持续成长 而且我预估 它去年赚3块7 你40几块股票 你明天拉回 本益比不到12倍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都飙到34倍本益比了 那你12倍的本益比你敢不敢买 中低价位的股票 新权 好 那再来 我们刚刚提到亚光 跟这个 大力光 跟 跟郁金光 他们是做手机的 亚光为什么要特别注意 它是国内少数 同时具备车用镜头 跟 自动辅助驾驶车载镜头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 普通的镜头 第一个 我们先讲 它是玻璃的 所以为什么大力光 跟郁金光 因为他们是塑胶 镜头 我这样粗分 那车用的镜头 基本上来讲 这个镜头 它的材质就不一样 玻璃镜头为主 那车用的镜头 车用的镜头 它是死的 那自动驾驶辅助 的一个车载镜头 它是活的 怎么要活的 那不然你怎么去辅助驾驶 你一定要有一个 测距的功能 就所谓的LiDAR 这个叫 Light Detecting Enranging 就是光学雷达测距 所以简单上来讲 亚光是同时具备了 普通的车用镜头 特斯拉的供应链 以及 Adams的车载镜头 还有LiDAR的镜头 那短线上面你看 这个外资持续在做买超 所以亚光是你们下一档 要注意的标的 当然 除了亚光 跟这个新权 这两档中低价股票 是我们近期布局之外 另外还有一档 这档股票 我强力看好它 明天 就是最后买点 从年前涨到年后 年前什么时候 就是明天 所以明天就要买 从鼠年 年前 涨到牛年年后 这档股票 丁老师今天开放 你打来封关日 我就带你买 好不好 把它买好买满 从年前 赚到年后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